这名男子五年前因手术伤到神经,导致下肢瘫痪,却被云南的一个民间中医用一个多月就治好了。 2016年,陈先生因为腰椎肩盘突出,做了一场手术。 谁知手术过后,陈先生腰部神经坏死,下肢瘫痪。 从此,陈先生开始辗转于各大医院,希望自己能够重新站起来。 可是跑了五年,自己的病情依然没有丝毫好转。 正当陈先生准备放弃的时候,同村的一个在云南打工的朋友告诉陈先生,可以到云南找赵郭云试一下。 将信将疑之下,陈先生找到了赵郭云。 赵郭云详细了解了陈先生的情况后,随即对陈先生展开治疗。 赵郭云每天给陈先生做按摩推拿,疏通经络,配合着中药的内服和外服,困扰了陈先生五年的病痛,竟然一步步地消失了。 我的腰椎因为做手术的时候伤到了神经,伤到了神经引起左下肢,就是麻木,大腿根部这些地方,麻木。 根本就是有点感觉没有,手摸上去就不像自己的肉。 然后来这里吃药,吃中药,就是包药,听过赵郭云证的治疗,就是在第八天的时候, 然后就明显觉得这个左下肢这些肌肉没有炎来的这么僵硬,炎来像石头一样, 觉得自己感觉嘛,这些地方像石头一样。 然后吃到第八天的时候,我就觉得这个乞丐骨上面的这个地方就没有这么僵硬了, 我就觉得有一点效果,我就觉得有希望了。 然后我就继续治疗,然后到第十八天的时候, 我的这个大腿根部的这个地方,用手摸上去就有一点自己的肉的这种感觉嘛, 以前没有,以前摸上去就一点感觉没有,全部是麻木的。 然后到现在目前,已经一个月零四天了, 明显觉得这个大腿的这些上面也没有炎来这么僵硬了, 就是说麻木虽然还是肉,但是比以前减轻了很多。 你知道吧,拍这里,我的这个病的的确确是有了效果。 为此于陈先生这样的例子,还有很多, 这位来自云南闻山州广南县的男子, 是一名鼓鼓头坏死患者,也是跑了很多家医院,没有效果。 在赵国云的治疗下,一个多月就恢复如初了, 现在不管怎么跳,都感觉不到疼痛。 究竟是怎样一位医生能有这样的本领? 今天就带领大家,了解民间中医赵国云的故事。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, 查案点赞可以给我一个强烈推荐, 您的每一次强烈推荐,都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。 赵国云出生于中医世家,老家位于云南省弥勒市竹园镇, 父亲赵文兰,爷爷赵洪坤,都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。 赵国云从小耳濡目染,也对中医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 由于祖上都是研究风湿和腰椎病的, 赵国云就在这个方向下功夫, 经过不断的研究和临床试验,终于是取得了重大进展。 临床试验, 都开始比较有特效。 赵国云虽然医术了得, 他却没想过靠这个发大财, 在他看来医德比医术重要。 虽然自己不善言辞, 但他的行动已经表达了对患者的关爱。 低廉的价格,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心, 赢得了众多患者的一致好评。 我过来十五天了, 在这里赵医生对我们公平的每一个人都很认真, 很喜庆, 我们也很感谢他。 赵医生特别的这个观念也好, 吃一株都便宜, 一天再连吃药, 这七八十块钱嘛, 所以到一大月我们说光骗子得几千块拿下来, 什么没制住, 在这里住着我还怪好。 随着赵国云的名气越来越大, 来找他看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, 可他却感觉到压力很大。 赵国云不是觉得人多了自己会更累, 而是病人多了, 所需要的药材也就更多。 原来赵国云现在用的所有的药材, 都是自己亲自和儿子上山去采的野生草药, 他以前也试过从药材公司拿药, 可结果却是大部分的药材, 由于批量种植,化肥催熟, 药效早就大打折扣了, 这也成了赵国云目前遇到的最大难题, 毕竟山上的野生草药有限, 自己和儿子两个人采也终究是有限制。 好了, 这就是本期的民间中医故事, 咱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